我国将在今年里取回一部分 在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 贪污万里蒙受的金钱损失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透露 虽然政府将取回的钱 不是数十亿令吉计算 但起码是好的开始 林冠英在财政部将推动买国货运动的支票 移交给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之后 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 林冠英拒绝透露 退还的确实数额 以及失款是从哪里退回来的 他也不忘敦促反对党 把从伊马公司捞取而来的资金还给政府 以行动证明他们支持政府 昨天推行的国家反贪污计划